陆路交通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在去年4月到今年3月间 尽管滨海市区线和环线地铁的表现略有退步 但我国地铁网络的整体可靠度不断提高 那今年第一季度呢 共发生两起 时长超过半个小时的地铁服务延误 去年全年则有9起 从12个月的平均数据来看 东北线地铁的服务保持良好表现 列车平均每行驶206万5千公里 才发生一起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 远超过政府早前设定的每行驶百万公里 发生一起延误超过5分钟事故的目标 使用时间最长的南北线 也突破了政府为2020年设定的百万公里目标 每行驶约110万公里 发生一起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 同样服务有所改善的 还有不久前完成列车信号系统提升工程的 地铁东西线 不过滨海市区线的服务表现略有退步 当局认为这条地铁线路的起点较高 但表现维持稳定 另外环线地铁则因为 在今年第一季的服务延误方面 有所增加 可靠度下降 这当中就包括了 今年3月15号因为断电 在多梅哥地铁站和滨海中心站之间 出现了超过30分钟的一次服务营物